他说请问偶尔参加密宗的法会 对往生净土的修学有影响吗 有影响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古来祖师大带教给我们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你就有成就 你要问这什么原因呢 你一门深入是戒 你守戒 你守规矩 阴界得定 那你学一样东西 你心是定 心是专 心 专 定到一定的程度 就开智慧 那么你学很多法门 就错了 注意一定要晓得 佛社许多法门 是对不同人说的 不是叫你样样度学 你样样度学 你就错了 好像大学 办学校 是有几百个学科 不是叫你全部都学的 你全部都学 你学四百年都比不了业 一个科目学四年 四百年都比不了业 你学一门四年就毕业了 这同样的道理 一定要知道 可是佛法还有妙处 跟世间法不一样 世间法你学一门 一门拿到波斯了 各行如各山 那一门你一窍不通 佛法了不起 一门通了 一切都通了 那为什么 智慧开了 那这个通就是智慧开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